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MOMIT直播正向报的节目 录音时间2021年4月4日 这里有我Raymond Wong 还有澳洲真BC 你好我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大马sir 马来根 马来根 好了 节目开始前希望大家欢迎下手点赞订阅和分享 将齐抗疫评制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之余 还要捍卫正常这三个字 因为现在有些极端磨碌要窃取正常这三个字 之前又说搞什么式经济圈 搞QRound了 现在说要搞正常经济圈 Cooker Guy 好了 这一节就很认真的 刚才没那么认真的说完了 现在就很认真的 要说回一位意大利的教授 他就写了一篇文 题目就很棒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强大的中国 中国是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 好了 因为现在当然了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2020年下半年开始 其实就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国际合作局统筹就成立了一个课题 就叫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就采访一下他们 就这个如何看中国共产党百年进行深入交流的 这个2021年3月4日的时候 就在俄罗斯的真理部 其实当时就有一篇俄文的文章 叫做《善于向群众和历史学集市中国共产党成功的重要秘诀》 这一篇意大利巴勒莫大学统计学教授写的文章 都是这一系列的文章的一部分 我们这次主要就是讲这位意大利教授讲的 这个意大利教授的名字就叫阿尔贝托隆巴尔多 就是刚才我们讲过的统计学教授 他也是意大利共产党教育培训部和国际部的负责人 这篇文章就在内地的《光明日报》4月2号第12版那里找出来的 毫无疑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改变中华民族命运或时代的历史性事件 然而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就不可能有新中国的成立 新中国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彻底决裂 中国人民成为自身命运的真正主人 要归功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 那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距离其单身地方 万里之遥的中国发展成富有生命力的行动指南而非僵化教条 原因恰恰在于中国共产党根据本国历史、政治、经济环境 将它进行发展和应用 中国共产党不是适应马克思主义 而是实践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在它带领下的今天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并不是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所谓的偏合性 恰恰相反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普遍有效性 这种普遍性在前苏东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生动的体现 意大利共产党人总结出这些历史教训 对共产党人而言没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仅仅有庞大而根深蒂固的组织是不够的 要知道原意大利共产党 最根本因素并不在于迟 而是在于能否在意识形态上无条件地 法治内心地坚持和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个恰恰就是原意大利共产党后期所不重视的 对马列主义的步步抛弃 就是原意大利共产党最终解散的根本原因 好了毫无疑问观察今天的中国 需要认识到1949年以来他所经历的深刻转型 从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农业国向工业化的 拥有先着技术的大国转变 都是在不可压制的进步力量的推动下完成的 在未来的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里面 这些深刻的转变和它的必然性 都会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主题 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转型的进程中 作出了大量的牺牲 也存在失衡 中国共产党对这些看法是睿智的 而且态度都是清晰明确的 只有在历史的敌当中通过进一步发展 才能够实现总体的平衡 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提出的脱贫攻坚 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 令人看到更美好的社会主义愿景 中国共产党从苏联解体这一件历史事件中 吸取了深刻的教训 中国和苏联的历史存在很大的差异 在遭遇列强殖民统治近一个世纪之后 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 会进一步凸显 并且坚不可吹 我们相信这个伟大的国家 绝对不会接受任何对其独立性的质疑 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另一个巨大优势就是 人民尊重党的历史 党在人民之中享有极大的声望 而且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中 我们见证了极少数垄断资本和资本主义市场的逻辑 是如何反人民的 在生产社会化的今天 市场不单止扮演优化资源配置的 调节者的中立角色 而且还在塑造生产关系 这个和古老而且原始的贸易关系不同 在中国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有效地引渡了经济 这个和意大利发生的情况恰恰是相反的 有重要迹象表明 中国加强了对市场的引渡和管理 我对这件事感到高兴 但是我们都不愿意掩盖这个事实 即是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所推动的改革 曾经内心都存在过某种忧虑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坚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因此担心生产基础中市场份额 过度扩展是否会改变上层建筑 不过目前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对市场的把握充满信心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保证了中国市场经济实践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中国是倡导相赢 和西方的做法截然不同 欧美等军事联盟对很多处于美国和盟国霸权和战争目标之下的国家 包括俄罗斯 以及中国所表现出的侵略性 并不是暂时的现象 这种侵略性是由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 它的目的在于最终实现对这些国家的掌控 对此世界上的共产党人 高举和平和维护国际法的旗帜 正确地向全世界的劳动者 扬明了战争的危害 以及意图控制全世界帝国主义侵略性的危险 过去一年之中 中国和古巴向意大利派遣的红十字医疗队 和提供的医疗物资支持 在意大利民众之中 引发了对社会主义的共鸣和关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共鸣已经伸延到 很多受疫情影响的医疗工作者身上 因为他们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 出于团结互助 对意大利提供的慷慨援助 但是我们国家的情报部门和媒体 扭曲了这种援助的性质 中国目前是一个制造业 经济占GDP比重高于金融经济的国家 因此它对外投资产 采取了一种做法 就是维护它制造业的占比和价值 这个和通常来自 金融利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 国际垄断企业的投资情况 完全相反 金融主导往往将导向 纯粹出于投机目的的投资 从而破坏了整个生产部门 事实上 在意大利每日都本来可以继续生产的工厂 遭遇关停的情况的出现 为了推进资本垄断和集中 就拆除这些工厂 严重损害了工人的利益 毫无疑问 在以市场为基础的关系之中 如何平衡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 是敏感和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双赢的做法 这和西方垄断资本主义以略夺为基础的做法 截然不同 当然 我们不能以西方的眼光机械地看中国道路 我们必须仔细地研究中国的世俗历史 研究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演变过程 进而研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 将马克思主义翻译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我认为 加强党制联系 加强对彼此的了解是必要的 研究和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是推动意大利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进入 党制联系的新阶段的基础 哦 嗯 我们可以将其他文章读出 因为不是那么容易找到这些文章 这些文章是要去找才行的 因为我们知道虽然是有中国社会科学院 去统筹这件事 但是他们那个网站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要找资料是 不容易找的 哈哈哈哈 看回这篇文章 自由经济底下 一般的生态都是这样的 是吧 是啊 没办法 但是这样说 现在我们就不是共产党人来的 就是我们只是社会主义者 一般的人 是啊 就是我们相信社会主义 我们讲过很多次的了 那有时就看一下 就是不同的人的意见 都是对自己的视野是有帮助的 就是其实现在我都开始听回萧老仁 那我们会有多些节目去针对他 照顾一下他 哈哈哈哈 是讲的 那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这个就是 想看大家有没有兴趣再听这些文章 因为如果有的话 是 其实我们可以集在一起讲的 那大家有兴趣就留意 如果有兴趣的人多的话 我们就会做 如果不是我们就懶得了 因为老实说 找这些文章又要时间 接着呢 或者分析 我读其实都要 就是这么说 我刚才读之前 都读了三四次 才是录音的 那要的时间是很长的 你刚才可能听了十五分钟左右 但是我之前练了 加上应该都整九个字 如果大家是觉得 正好听的 有兴趣听的 留言 没有兴趣的 那你都可以写下留言 不用了 这些浪冷气了 那我宁愿听到 那我说一下 那大家留意 总之如果你想听 就找出来 其实最麻烦是要找 因为他的文章 本身就不是中文的 那没错 是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统筹 但是 刚才我们都说过 他们的网站 要找这些东西 真是不方便 那就是有时找的时候 就是我们又可以 讲个粗俗一些 使用可能看其他东西 那结果用的时间就很长 那所以 那我们能够做的 就是尽力做的 就是其实 增加大家对祖国的了解 也都对 多点理论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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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需要同意 你不需要同意 那些文章的 其实老实说 有时只是需要理解一下 上司 在内地的角度去看 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 那当然有些事情 我们都 有时会理解内地的做法 但是有些事情 我们认为太离谱的 我们都是会搏弃的 有时 就是比如搞得太极端 那些 尤其是那些小粉红 就是搞得太极端的话 其实是没什么意义的 对于中国 在国际上的地位是没有帮助 那好了 那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休息一会儿 我们回来再说其他话题 就这样 拜拜